OK 同学们就来看这个4年级RBT 那么设计与功语 我们来看这个单元6 电脑编程我最新 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回这个Scrash的教程 所以你看到这个Scrash的那么你可以换成英文 如果你要的话 那么今天老师就用这个简体中文来讲 所以你去按这个教程 然后今天我们就做这个 制作这个消除的游戏 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一按了它就会不见 你按了它它就会不见 那么今天就是要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你可以按这个 那么第一个呢 你就是选这个角色 那么角色当然是我们的这个ballon 所以这个气球 所以就在这边 你可以先delete掉这个 那么你就去找这个ballon OK是这个 OK接下去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你可以先找一个简单的背景 所以我们背景就 随便找一个 OK我们就找这个 刚好颜色是一样 所以就它就是 蓝色浅蓝色 所以我们这个是当角色被点击的时候 那么就播放音乐bop 就说它可能是爆了 让它就说消失了 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去事件这边 那么是当角色被点击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播放这个声音bop 所以这个那么这边是消失了 那么看有没有一些 OK这边是这样的 所以当它一被点击的时候 OK这个是还没有消失了 它只是点击罢了 所以我们现在试看做一做这一个 我们讲变量 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去这一个 这个变量这边 那么就写这一个 建立一个变量 所以我们这边是写这个华语分数 就是英文我们的score的意思 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有了这个分数 但是OK我们要做一些调整 就是将这一个分数的增加1分 所以这边我们就是这样放 所以这边我们要选这一个 我们的已经刚才弄了的这一个变量 所以就是分数 那么增加是1分的 如果你要变2分3分都不是问题哦 所以就看你怎样去啊 改这个号码 所以这边呢你看到这边是零哦 所以我一点的时候 它才会增加1分哦 OK这边呢就是啊 跟刚才那个有一点不一样哦 那么我们就先试看做这个 所以这个就放大它 现在我一按这个 它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哦 因为这个刚才我们的这个编程呢 它是要被点击才可以哦 据说角色要被点击哦 所以它不同这一个不是按这个哦 所以我们一点这个 这边分数通常就会换成1分哦 所以现在老师点哦 所以老师总共点了11次哦 那么点的时候 它还会发出这个爆的声音哦 所以这个就是啊这样哦 那么如果我要 OK我们再看其他的哦 OK这个还是在走着哦 它还不会回去零哦 那么这个可能要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设为零哦 OK不过并且我们再看下一个哦 OK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啊同一个气球哦 那么我们就当这个青色的漆被点击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去实践这边我们拖野这个来这边哦 所以我们就控制我们就啊重复实 重复执行就是没有讲多少次的哦 跟这个不一样哦 这个是一直永远这样哦 所以我们就去这个蓝色这个运动 我们移动这一个balloon啊 气球到任何一个地方哦 在这边哦 所以就是我们移到随机位置哦 过我们在这边啊等待的是一秒哦 OK所以这个我们拖来这边哦 OK这边我们再看接下去要做什么 OK这边它是讲可以改变这个颜色哦 那么当这个被点击的时候 所以呢我们就是去这一个啊 紫色这边哦 它的外观 我们将这一个啊颜色 特效呢增加25哦 所以这边就是我 拖到来这边哦 所以这边是和这个一样 OK然后这边呢就 你要把这个分数 刚才我讲这个把它设为0哦 所以一开始就是就是0哦 所以看那个其实你可以将分数设为0的 就是说这个啊 OK现在 现在你将这一个点击的时候 OK我们先放在这边哦 为了不要好混淆啊 那么老师现在已经按Ctrl-Z了哦 那么我们把这一个啊 OK放来这边先哦 所以这个我们先放在一边 所以这个我们先放在一边 现在这个它是要 发生什么事情哦 所以我们现在先啊 等下我们去点击这一个哦 所以它一定是把那个分数直接变成0先哦 因为这个是同时进行的这两个哦 所以一来是分数就设为0 然后啊这边 等下我们试看再点击 又或者是 看一下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哦 所以这一个 OK所以这边你看分数没有 0分哦 因为我没有点击到好 所以这边就按 所以这是看啊你的 敏捷度哦 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游戏 可以给你 啊抓到那个气球哦 因为这个气球它是 随机的位置哦 OK所以就是这样啊 那么如果游戏在开始的话 就是我先stop了哦 我再按多一次 它就会变成0了哦 所以就是这样啊 那么这个是同步进行的 所以你看到这一个是同一个气球哦 同一个气球有三个 这一个三组的这个编程哦 所以这个是分数的 把它认为0哦 然后这个也是分数的 但是啊有这个声音哦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直重复了 直到游戏 你按停为止 所以就是这样啊 那么这个等一秒是不要给它太过 啊有一点时间相割 那么它的这个游戏就比较顺畅一点了 OK所以就是这样啊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就像这个游戏